近年来国内学餐旅的学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像是今年四届二专的统策就发现到了 餐旅群的报名人数首度超越了商馆群 虽然商馆的未来出路 包括了金融科技等热门的领域 不过餐饮科系可以轻松学得一技之长 也让学生屈之若鹜 热腾腾的面包端上桌 马上被客人抢光光 台湾珠光无保存的面包远近驰名 也让这一颗颗小小的面团 成为深深学制向往的目标 围成一圈仔细听老师讲解 一个动作都不敢马虎 餐饮科系现在已经成为自首可乐的学系 今年四季游专的统一入学测验 餐饮科系的报名人数首度超越商馆科系 除了名人效应的影响 学位餐饮就能轻松拥有一技之长 也成为现在学生趋势若鹜的选择 现在学生大部分都是 比较喜欢那种比较简单识做易懂的东西 商馆群的话可能要念一些商业 而且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餐饮类学科毕业的学生工作普遍比较好找 一面包师傅以及西餐师傅为例 球工比普遍都在二以上 也就是说每一个求职者 都有两个以上的工作机会 而一般白领职缺的球工比多在一以下 甚多周少竞争激烈 也难怪忧心忡忡的家长 也会希望让孩子报名餐饮学科 看起来其实现在这种像是技职体系 或者是观光餐饮这种相关的科系 其实一毕业容易就是找到工作 相较于这种商科 可能像一些学经商 或者是器官这方面的话 可能我觉得家长预估 未来这个学业这种的几率可能比较低 不过餐饮业算工作机会多 但是体型不高 这张工作内容辛苦 想要成为下一个五保春 可能要熬上十几年 因此就读了相关科系 除了在校成绩要顾得好 多方面探索专长 才是未来面对竞争的不二法门 近日报小明镜头